光复乡大新春乌卡该部落 常年争取设置部落聚会所的心愿 今年渴望有谱 相公所配合圆明会推动 一部落一聚会所政策 去年不断地经由部落族人讨论达成共识 也完成设计提报中央 希望计划可以赶快核定 早日八包动工 和部落族人解经讨论 修改在修改后 大新乌卡该部落聚会所建筑外观也大致敌定 不论是八角亭造型的屋顶 公厕或图腾广场等等 相公所完备后也赶着提报中央 希望能够尽快核定 接续八包动工 我们现在新的设计跟原来的图形 是原来他们的喜欢的东西 一个八角形的一个两顶式的 然后当然材料会比较好 所以结果开会之后 然后他们也希望喜欢八角形的 眼盖跟原来的麻婆跟香肠的造型 不大会一样 那经费也要两千多万 到时候有厕所有舞台 有些基本的测试 实用上会更好 光芋香大新村乌卡该部落 缺乏专属部落聚会活动的场所 也使得部落传统祭典 文件站等等 都得要与社区共用相当方便 向总理清水上任以来 也积极向上争取建制 今年终于露出曙光 部落族人渴望美梦成真 原则上秉持的一个部落 一个机会所 然后光芋相公所 今年都已经落成两个了 一个是香草草机会所 另一个是马佛机会所 然后第三个我们规划 就是我们 五打盖 就是我们大型的机会所 目前规划会完成了 我们设计好了 在重选之中 我们希望可以尽快地 取得到建筑执照 也可以很快可以来 颇经费来发包 因为五打盖 原来的机会所 比较老旧 比较没有使用执照 如果整个规划会之后 它变成一个比较广 整个宽敞 然后使用上比较方便 上周香公所完成 整个聚会所规划 设计作业并提报中央 预计将近 两千多万元工程经费 乡长林清水 也希望原民会能支持 香公所也将尽速 办理上网 发报作业 早日完成部落族人的心愿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